哈喽大家好,我是Emily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Look Fantastic 7月盒子的一个开箱 好像大家收到盒子都比我快 一个星期前我就被催开这个盒子 可是我真的是今天才收到的 如果你不了解Look Fantastic订阅盒子的话 我再做个介绍 那Look Fantastic它本身是一个英国老牌的购物网站 他们现在也有美妆盒子的活动 这个是每个月都有的 你花15英镑可以得到6样产品 这6样产品里面呢 会有旅行妆也会有正妆 是以护肤品为主的 订阅的时间越长 它的折扣越多 像我一下是订了12个月 所以我每个月是13英镑 没有运费也没有关税 这个7月份的盒子呢非常漂亮 是这种Tiffany Blue 超好看 我之前的盒子都放在家里面装东西 打开呢首先会有一本小册子 它每期的盒子都有一个主题 这期的主题呢是这个Z Hydration Edition 就是保湿专题实在是太棒了 这本小册子里面主要是会介绍 这个盒子里面的每样产品 包括价格 它在背面会告诉你一样下个盒子的产品 是一把Luxy的高光刷 这个牌子刷子真是出现在各大盒子里 我订阅过的三个品牌的盒子 都有收到他们的产品 接下来是一本L的杂志 这期里面还介绍了蛮多夏季的产品 像墨镜那种 我刚刚已经看过了 它里面包装纸的颜色 跟盒子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看起来有很多大件的产品 那我们就一个个来看吧 首先是一个Elimits的面霜 这个是在上期就知道的一个产品 它是叫Hydro Balance Day Cream 是一个日霜 那这样产品它是设计给中性道混合机使用的 正好我可以用 里面有锈线菊精华 还有锅尿酸 这款是20毫升的 价值19.1英镑 就是这一瓶已经超过整个盒子的价格了 它正装产品是50毫升的 所以这个20毫升已经不错了 是那种比较大的中药 看看里边 有点这种gel的质地 质地超舒服的 然后有一股植物的味道 这样产品也没有SPFL 我不理解它为什么只是日霜 第一样产品就非常喜欢 再接下来是一对黄金眼膜 是这个叫Vitmasks的品牌 这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个英国的品牌 其实它是个韩妆 这里边它是包含有黄金提取物 还有玻尿酸的 我刚刚在查这个品牌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眼膜长的样子 那我贴个图在这 这个眼膜蛮让人震惊的 也蛮有韩妆的风格 今天晚上就把它用掉 它的价格是5.99英镑 接下来又是一个很好的牌子 是这个Aromatherapy Associates 这款是一个身体乳 这是一个英国很有名的芳疗品牌 这样产品里面含有葡萄柚 迷迭香还有杜松的精油 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精油味 它是body gel 是这种透明的质地 我第一次用这种质地的身体乳 这个精油味真的好重 我现在像全身都被推拿过一样 有一种苦苦的药味 但它质地超神奇 它现在已经干了 已经完全吸收了 我好像也感受不到滋润的效果 它只留给我浓浓的中药味 这个味道我真的受不了 很像每天煮中药的老人 这样产品是40毫升的 价值12英镑 再接下来是个非常诡异的产品 是这个Globe品牌的卸妆手套 这是一个波兰的品牌 什么鬼啊 长得就像一个绒毛手套 这就是一个洗澡精吧 这样产品据说它里面的纤维 是要比普通的化妆棉细30倍 它的用法就是把它浸湿水了以后 你直接在脸上搓 然后把你的妆都搓掉 这个真的好吓人 它就是让你唇物里的 把脸上的妆都搓掉 我刚刚还去YouTube 搜了一些这个视频 看的时候我都替模特儿感觉脸疼 他们真的是搓得超用力的 这样产品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也不知道用它来干嘛 可能就搓澡吧 它的价格竟然是11.9英镑 再然后是个化妆品 是这个IQO品牌的眼影笔 IQO是个英国品牌 但他们也引进了很多函妆的技术 这个牌子你可以从它这个牌子 就看得出来 它是主要做眼妆产品的 他们家就是主打睫毛膏 有各种各样的睫毛膏 好像英国明星会用的蛮多的 但是在国内不是非常有名 既然是个墨绿色的 就是一个金属感的墨绿色眼影笔了 眼影笔我真的很难用到 这支眼影笔的价格是12英镑 既然我都试色了 我想试试看用刚刚那个手套 来给它卸妆 再增加点难度 用一些口红 我把这个手套打湿回来了 卸得还蛮干净的竟然 口红稍微有一些残留 但这个你用任何湿毛巾 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吧 不行我要再增加难度 我要上哑光唇釉 再来一个 眼线笔 哇我真的太坏了 那我们现在用这一面来卸妆 哇我这就是把它搓掉的 如果这么大力气来搓脸的话 那真的是皱纹都被搓出来了 哎呀不行 两个唇釉都卸不干净 那我这个就把它扔掉吧 我还是不相信也不理解这样的产品 最后是一样正装产品 是这个Nile Bait Micella Water 这是一个西班牙的走那种天然植物线的品牌 在之前的盒子里边也有收过这个牌子的产品 这个就是一瓶卸妆水 它跟市面上大多数那种Micella Water的一个区别呢 它是有98.48%都是来自于天然的成分 这里边是含有芦荟 绿茶 树莓 柠檬 还有树葵草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种天然成分的Micella Water 非常淡的香味 因为我脸上用很多防水产品 所以我卸妆还是用油性的 像这种Micella Water 我基本上都是用来试色的时候擦一下 我是不会依赖于这种产品做全脸卸妆的 我手上卸妆水正好用完了 我还是蛮高兴收到这个的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吧 我这个盒子里面的六样产品一共是价值71.99英镑 我是付了13英镑 其实里面有一些不满意的还是划算的 我们再来过一下产品 Animis的日霜很喜欢 这个黄金眼膜是马上能用掉的产品 这个Aromatherapy的Body Gel不喜欢 闻起来会让我像一个老人 这个搓澡精什么鬼 Ico的眼影笔我觉得我用不到 Nial Bay的卸妆水我很喜欢 这个盒子里面这三样是我比较喜欢 也能马上用到的产品 这三样产品是价值36英镑 我对这期的盒子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不知道你们的想法如何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